脸书一张张美食 让人看得口水都快要流下来 但原本单纯分享美食的粉丝团 却因为陈时中脸书小编 误用他的照片 引发绿营网友不满 一名网友超呛就在下面留言 就算不小心混到你的图 私讯提醒下架就好 还在那边留言嘲讽 故意闹上新闻 试图影响大选又够恶劣恶心 明明是被害人 反而变成被检讨的对象 小巷道歉 但实际上面呢 你在外面还是持续出征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们就看到 陈时中现在是网路海盗嘛 为什么会去盗别人的图 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个叫做 窦魂乔巴的这个粉丝页 是你的小伙伴 跑去出征这一个部落客 除了先前持继被周玉寇出征之外 现在又增加一个部落客 也要被这个陈时中的这个团队 或者说他的侧翼网军出征 那网路言论还有自由吗 知识者非常的多 他的粉丝很多 他也不可能要求说 每个粉丝都都不要去做 特别从中间选民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会认为说 这些粉丝都是你的人 所以这笔账要你陈时中负责 不管是阿中粉还是绿营网军 部分青红皂白就出征 恐怕会引发更多反感 尤其脸书小编原本是要帮陈时中 拉拢最弱的年轻选票 但从免制马桶广告到误用照片 最后反而是陈时中自己出面道歉上后 操作有点就是太网红化了 如果他是Instagram IG的话 因为IG本来就是比较网红化的 他个人的色彩可以鲜明一点 可是如果在脸书的操作上 我自己认为 有时候我们还是 大家对于他毕竟是一个台北市长候选人 也就是说很多民众其实还是期待说 他能推出什么样的证件 还有带给台北市怎样的愿景 那现在就是为了选举 然后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想做 所以只要有任何一点人 碰到他们让他觉得不舒服 或是会对选情影响 不管是台大 还是慈濟 还是宏基 全部都被劈头痛骂 原本要帮陈时中加分 却频频出包反而扣分 陈时中的网路社群幕僚 还要再加油 免得没有成为神队友 却成了支持者眼中的猪队友 华语新闻 蔡宇智洋芷玉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 请订阅按赞 请订阅按赞